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这种可变参数形式的一个函数 那接着呢 我们自定义函数中还剩下一点内容 来看一下 在这块我们会用到一些常用的函数 首先第一个 function exists 那这个呢不用说 我们在声明函数的时候就使用过 来检测一个函数名称是否存在的 那第二个 还有一个get defended functions 它是得到当前所有以定义的函数的一个名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比较简单 它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数组中包括了我们的内置函数 和用户自定义的函数 你可以先简单写一个function test 再来一个function 函数体为空也可以 test1 接着你再来打印一下 printer function get defended functions 你看到得到的结果是系统函数 加上一个用户自定义的函数 internal代表内置的 接着在这块有这一堆 你看到像我们学过的像data的函数 包括 你看一共有多少个 这还不算全部的 因为你好多扩展都没有开启 所以说在学函数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来背这些函数 等以后用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再来查 那现在呢就有1022个了 对吧 接着再看第二个user 这是用户自定义的 我定义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test 一个是test1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下一个 当我们的函数定义完了 假如说我想在这个页面中 使用我们之前定义好的 得到文件的扩展名的函数 我们定义过getext 那这时候呢 你第一种 需要来找到那个函数 把它拷贝过来 你才能用 如果说 我们要用很多函数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 放到一个公共文件中啊 接着呢 我只要把这个文件 包含过来 就可以用到那个文件中的 那些函数 这样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而且 只要我改了那个文件中 你用到的函数 所有用到这个地方 它都会跟着更改 就不用每用一次 就把它拷贝过来一次了 那这时候想实现 这样效果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 我们这个包含文件的几个函数 首先看到 在这有require requireonce include includeonce 它们两个 都是来实现 包含文件的函数 那首先呢 从名字上能区分开 包含和包含一次 这个也是 但是呢 require和include 也是有区别的 好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测试 你就会看到有什么区别 包含文件 假如说在这 我先来一个公共的函数 写成一个common .func 把我们之前写好的 像得到文件扩展名的get 再写一遍也行 getext dollarsfilename 我就直接写了 接着可以来写上一个return str to lowered 先来拆分一下这个文件名 dollarsar 等于explode一下 一点 来拆分一下这个文件名 接着呢 再取出最后一部分 等于end一下 dollarsar 再返回str to lowered dollarsext 写完之后呢 来给它格式化一下 再加一个注释 string的filename 截取文件扩展名 那现在如果我在这个function11中 或者说再来一个function12中 我想用这个函数 用哪个函数呢 用截取文件扩展名的函数 那你说我能直接写吗 1.txt 接着我来调一下 getext dollarsfilename 那这时候你这样写 你看到 已运行是报错的 因为呢 你当前脚本中 没有生命这样的函数 在哪呢 是不是在common中呢 那现在你就需要把它包含过来 包含过来呢 你可以使用require 或者requireonce 都可以实现你的包含 包含一下common.func.plp 当包含过来之后呢 你再看 直接就找到这个文件了 鼠标按住control 键盘按住control 鼠标左键来点它 就可以跳转过来 那接着你看一下 这时候就不会报这个错误 得到你的扩展名 这是通过require来包含的 那接着呢 通过requireonce也可以 把它注掉 requireonce common.func.plp 你看一下 效果也是一样的 但是从名字上能区分开 包含一次和包含 简单的做一个测试 可以在这来写成一个模板 叫tm.template 我们就echo一下 或者写成一个html也可以 body h3 我是模板文件 那接着你看一下 当使用包含的时候 每包含一次 就相当于把这个文件中的代码 粘到了这个位置上 你看到 我在这来包含一下require once一下 先require吧 包含一下template.prp 当你在这来包含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这个文件中的代码 粘到了这个位置上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是否可以 刷新 我是模板文件 那接着你查看一下原代码 相当于把这个文件内容 放到这了 那接着当我再包含一次的时候 又相当于又粘贴了一次 这是require的效果 你看到这里边又来了一次 但require once呢 它只包含一次 当你把它除掉 你使用require once 它只会包含这一次 如果发现当前脚本中 已经存在这个文件了 它就不会再包含了 好刷新 这是一次 当你说我再复制一下 再包含一下 这时候我们再来刷新 你看到 是不是只会有这一次 这是require和require once的一个区别 那接着呢 我在这个文件中 你看到 我再来template中 我们再定义一个变量 写成一个 $i等于1 $j等于2 $username等于一个king 接着呢 我在这个文件中 包含完这个文件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文件中的变量了 我说了 就相当于把它拷贝到这个位置上 $j 接着呢 $username 看一下是否能得到 好 刷新 1 2 king 都可以使用得到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得到当前 我们记着 有一个魔术 长量 得到当前的行号 你可以写成一个 echo 下号线下号线的file 再echo一个 得到当前文件的绝对路性 这是 接着呢 得到行号呢 我们可以通过 echo一个 下号线下号线的la 只有这一点特殊 它是只得到当前 你写到的这个文件中的 一个路径和一个行号 而不是说 真正的得到的是 把它包含过来的 这个文件的行号 包括这个文件的绝对路径 不信的话 我们简单来试验一下 运行一下 就可以看到结果 得到的是一个 G盘的template.plp 这是这个文件的绝对路径 包括得到的行号呢 是不是也是13呀 对吧 不信的话 你看一下 是不是真正的也是13 这一点是特殊的 这两个魔术长量 那其他的这个包含 就相当于 把这个代码 粘到这个位置上了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 当require 或者requireonce 包含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这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requireonce AAA.plp 那现在有这个文件吗 没有 那你会看到 包含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警告 和一个致命错误 那致命了 程序是不是终止执行了 对 这是require和requireonce 在这给大家写 有可能大家会在面试题中遇到 require 或者requireonce 包含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会产生 一个警告 和一个致命错误 这样的形式 那include和include once 和require差不多 只有这一点区别 就是通过它来包含文件 不存在的时候 它产生的是两个警告 其他的效果 和这个require是一样的 include 同样的 你可以写个破号 包含一下 template.plp 把这些就除掉了 也能实现你的包含 你看到 包含过来了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当你包含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它就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两个警告 而程序继续下下执行 会产生这样两个警告 这也是require和include的一个区别 include 或者include once 包含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会产生 两个警告 这样的效果 好 那这是我们包含文件 用到的这两个 那下面还有两个 可以看到 一个是getincludepass 一个是setincludepass 它是设置包含路径 包括得到包含路径的 那这个呢 现在在这给大家讲呢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等我们再做到项目的时候 你需要包含很多文件的时候 你发现写的一些路径很繁琐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可以用到这样两个函数 来帮你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两个呢 等我们讲到项目的时候 再来用 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就可以 好 接着你看到这是我们这节课 学到的所有内容 那整个次定义函数呢 我们就已经学完了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好好看一下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